十号三次结婚分别在哪里 他为何又三次抛下新娘离去 十号一生之中 曾有无数的红颜知己相伴于身边 但这之中仅仅只有三位红颜 与十号有过姻缘 在阴差阳错之下 他们三人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 先后与十号成婚 不过他们之间都有一个共同点 那便是十号在成婚之后 都曾抛下他们独自离去 那么十号三次结婚分别在哪里 他为何又会三次抛下新娘而离去呢 一 秦一 十国皇宫 月缠次身秦一 应寄于十国十皇之位 而被十号所情 为了能够从十号的手心逃脱 秦一开始与十号的母亲 秦一宁潘关系 但秦一万万也没想到 秦一宁不仅没有看在补天教的面子上 将自己放了 反而还将自己嫁给了十号 就这样 二人便顺利地在十国皇宫之中 举行了婚礼 不过在婚礼结束以后 十号便迎来了接连不断的麻烦 他不仅要面临月缠主身的怒 而且还要面临即将到来的风神一战 为了保护月缠的安危 他不得不选择与月缠分开 将其和自己的家人送往石村避难 二 火灵儿 火丧树下 火灵儿与十号在下界之时 便有着很深的羁绊 即便是火灵儿跟随火皇前往上界 他也总是特意在关心十号的事情 当他得知十号被上界势力派往下界的 七神所杀以后 内心极度痛苦 火灵儿为此神伤了整整两年的时间 不过当十号再次出现在他的面前时 一切都好像回到了当初在下界之时的模样 两人之间有聊不完的话题 只是碍于面子火灵儿 一直不愿意向十号表达自己的心意 而十号此时还身负着洗刷罪足罪名的重任 为此他需要加入天神学院不断变强 只是在变强的道路之上艰险万分 一不小心便会殒命 十号不愿意让火灵儿为了自己而苦守空房 因此他才没有向火灵儿表白 眼见二人即将错过之时 游历在外的火皇归来 经过火皇的一番开导 十号也是明白了火灵儿的心意 于是他便鼓起勇气向火灵儿表白 就这样二人便在十皇的见证之下 与火桑树下成婚 不过在成婚的第二天 十号为了能够赶上天神学院的考核 而不得不与火灵儿分开 只是这一别便是上百万年的时间 未曾再见 三 芸汐 石村 在边荒大战过后 十号神勇的表现 使其成为了年轻一代的领军人物 无数势力开始纷纷巴结十号 而芸汐所在的天人族自然也不例外 只是天人族原本就与十号之间 就有着很深的仇怨 想要轻易化解几乎是不可能的 但看在芸汐面子上 十号并不会将其赶尽杀绝 他仅仅只是将天人族的质宝 非先师借走以示成剑 天人族为了拿回只宝鱼 是便让芸汐成为十号的使徒 经过一番努力之下 天人族还是成功将非先师拿回去了 只是芸汐却不愿再回到天人族 她选择跟随身重折仙咒的十号 一同返回下界 在十号探寻折仙咒的破解之法时 芸汐便一直在石村 帮助十号照顾她的父母 而在这期间 秦一宁也是明白了芸汐对十号的心意 在秦一宁的开导下 芸汐最终也是选择了 与十号在石村成婚 不过在成婚的当晚 十号开始斩断红尘的杂念 开始突破至尊敬 但是让芸汐没想到的是 十号这个突破过程 居然持续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 并且在完成突破以后 十号便被无边夜火所盯上 若是十号不离开石村 恐怕一切都将化为焦土 无奈之下 十号只好离开石村 前往八域外的混乱的待接 受无边夜火的考验